身体条件 心理素质 这是一场特战精英之间的比武 特战技能 应对突发情况的处理能力 这是一场集合实战的比武 机警 服从 这还是一场来自反恐一线竞选的竞技 武警新疆总队军事训练比武竞赛正在进行 军事技史本期播出 谁是天山英豪 上级 报告 第七支队 张富强 特战尖子 参加比武前准备NP 我叫张富强 2006年12月入伍 现任武警新疆总队 第七支队 特勤中队排长 到目前为止 在部队已经十年了 按照我们的比武竞赛标准 防弹头盔 防弹衣 装具为5加5公斤 现在对你开始称重 是 此为5加5公斤 复合标准 是 28岁的张富强是第二次参加全总队的比武 他的随身装具符合标准 而制定了如此严格的标准 也暗示着这场比武的规格非常高 报道转弯弹 这里是武警新疆总队2016年度 实战化军事训练比武竞赛现场 参加比武的是20多名特战尖子 他们分别来自总队下属的不同单位 而每个单位都只能选派一人 结案 平时 辅助 这在新疆 训练 你在新疆 我celок 前面 Burk Klein 举 班 我叫陶龙龙 来自武警新疆总队 第四支队特勤中队 今年下市第二年 子弹五发 第二时手下吃吧 请点速度 21岁的陶龙龙 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比武 在这次围棋三天的比武中 名列前十的特战尖子 将被评为全总队的十家特战尖子 而陶龙龙要和张富强这样的老兵竞争 可想而知难度会有多大 此次特战尖的比武 主要是从实战化出发 考验的是特战队员的身体 心理和特战技能 以及遇到突发情况以后 这一些应变出自能力 这一些应变出自能力 在二十秒之内 对我们提供的十二个人头像把 进行记忆识别 好 停 开始 完成了对人形头把的记忆之后 张富强要快速奔跑一千米 到达射击地线 在射击地线 张富强的前方有十二个不同的人形头把 而其中只有五个是刚才记忆过的目标把 张富强要对五个目标射击 每个目标是两发子弹 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就有可能在追捕恐怖分子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会躲到我们人群当中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充分考验我们作战队员 这种记忆能力 然后在对目标试试打击 比武设置的科目都是和实战相结合 特战队员要想重用应对各类暴恐事件 必须具备过硬的素质 手枪射击之后 张富强要快速奔跑到攀登楼的位置 踏上五楼平台进行步枪射击 射击是五个目标 每个目标为一发子弹 在规定的时间内 张富强完成了综合射击课目 而他的成绩也很快统计了出来 好 六个选手 下来我们队你刚才抽取的人头二十八项 是一核队 二十六九十 二号没击中 四号一号两个 九 打中两发 两发 十没击中 核实一下 钢板把击落五个 命中目标三个 用时八分四十四 无误吧 没有误 刚才这个记忆识别设的目标 只击中三个目标 然后还有两个目标 在奔跑的时候 可能这个记忆力 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然后到了设计地下 有点模糊 实际上 人形头把的形象 有得十分接近 张富强记错的两个目标 正是这个原因 综合设计的难度不小 那么第一次参加总队客栈尖子比武的陶龙龙 又能不能打好呢 感觉比平常训练一样 我感觉能发挥出来最好的状态 如果紧张的话 这个就是发挥不出来平时训练的状态 准备开始 对于综合设计课目的内容 陶龙龙并不陌生 而能不能把自己平时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 把自己的实力在其他特战尖子面前展现出来 还是个未知数 八分三十七 八分三十七 二号设计底线抱拔 二号设计底线共击落五个目标 共击落五个目标 对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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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九十二这个吧 对对 三七九十十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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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规定的时间内 陶龙龙的步枪射击五发五中 而手枪射击也只命中了三个目标 一个 一个 三 来到这边可能也是因为一些心理的因素 导致这个九二手枪对这个人头把进行射击 也没打出自己这个预期的成绩 第一个课目 第一个课目 陶龙龙和张富强不相上下 而这样的成绩勉强排进了前十 下午紧接着进行的是五公里跃影 和年轻队员相比 张富强的体能不占优势 他落在了后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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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 对 这个是 来 贞国卡军 张富强第七支队 多少的时间 22 22 24是吧 是吧 20 1 上午感觉还好 压力不是很大 就是刚才跑完武装越野以后 这个江城的名次 感觉还是 感觉还是很有压力 第七 第七 男的位 四十队 超龙龙 20吗 22 22 22 比武的第二个课目 张富强的成绩 就被陶龙龙 甩开了一大截 但张富强想要夺得 十家特战先子的决心 没有一点改变 所以军人 只有勇往之前 不能退缩 比武竞赛场上也是一样 哪一名队员 比我们的成绩稍微优越一点 就想超越他 第一天的比赛 张富强就出现了失误 这让他压力倍砸 而在反恐实战中 心理素质的历练 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他的优势就是 他参加比赛这个经验比较多一些 因为他当战士 包括当学员的时候 他多次参加这个特战间的这个比武 在这个比武当中 他的这个心理素质 可能要好一些一般这个特战队员 B5继续展开 这是快速移动射击课目 快速移动射击 要求特战队员在规定时间内 对三个目标吧 依次进行移动射击 而这个课目的难度很大 这是几何图形板 高度8厘米 宽度4厘米 并且分为正方形 圆形和三角形 作战队员在执行特种任务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的恐怖分子 就会逞逆于建筑物 后侧 比如说方形 或者是三角形圆形的 一些建筑物体后侧 要进行射击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时候 也是比较贴近实战的 开始 参加快速移动射击课目比武 陶隆隆有些过于紧张了 和老兵张富强相比 陶隆隆的射击基础相对薄弱 面对较高难度的射击 由于心里紧张 出现失误的几率也在增加 感觉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 毕竟射击这方面是自己的一个弱项 陶隆隆一开始有些紧张 但他接下来的发挥还算正常 不仅前面几个目标打得不错 并且最难的三个几何图形把 他也命中了一发 快速移动射击课目 陶隆隆排在了第九 而张富强在设计第二个目标时 也出现失误 最终他的成绩排在了陶隆隆之后 名列第十 张富强和陶隆隆的成绩 都在进入前十年的边缘上 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他们还会遇到什么难关 又能否取得理想成绩 军事计时正不过初 谁是天善英豪上级 攀登课目的比赛 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进行的 这又是一个以体能为主的课目 对张富强来说 这将是一道难关 你平时多少 平时我没装我手 装十二十三米 十三米多少秒 这抓着十八米 那是有点压力 有点压力 除了克木南 天气也和白天大不一样 白天的气温在十度左右 而现在就快要接近零度 现在冷不冷 现在有点冷 大场好让子 这次只有谁 干你了是吗 对 叫我了 小心 气温骤降 给攀登比赛带来了新的难度 然而 这种变化又是最贴近实战的 在反恐一线 各种不可预见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盘登已用时长短计算成绩 尽管不是强项 但张福强还是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 不仅完成了十八米的高度 并且时间也排动前面 开始 而后出场的是陶龙梦 他的体能优势很快就展现了出来 盘登科目 张福强和陶龙梦 都把综合成绩往上提了一些 但以他们目前的成绩来看 冲击特展仙子 还没有任何的把握 他们还得努力 为期三天的比武 日常被安排得满满的 比武场上的角逐 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而张福强和陶龙梦 也一直是互相咬着劲往上追 他们都在为用多十家特展尖子而拼搏 转眼间 这也是特展尖子比武的最后一个课目 还没有开始前 张福强和陶龙梦都在互相帮助和鼓励着对方 最后的比武科目是三百米障碍 张福强比陶龙梦先出场 在这个三百米障碍场地里有好几个难题 两个多月前张福强刚刚从军校学习归来 他的备战不如其他队员充分 如果哪个障碍过不去 他的比武成绩就会大幅落下 对张福强来说 现在他所面临的是一场特别艰难的考验 这个坑目也是难度性比较大的 因为对三百米障碍训练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说在过障碍的时候 心里面还是有所忌惮 害怕第一个百米的高墙上不去 害怕第三百米最后两个高墙搞不去 看张福强的比赛 陶龙龙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我看见他掉了一东西掉了什么 掉了个粘袋 掉了要库分 所以他不许捡回来了 哪个粘袋啊 就这个 这个课目的比武 总共就三分多钟的时间 张福强在个别环节中耽误了时间 这就更要求他在过其他障碍时做得更好 而张福强最终展现出了过硬的素质 顺利完成了课目 我看你这咳嗽 对前两天有点长毛 然后有点咳嗽 其实这都没事 鼻鼓嘛 像这种伤 像这种小病什么的 一般都不会在乎 那像你这个会影响你 差不多 因为跑的时候需要调整呼吸 然后他老是肺部老是 他咳嗽 多少有点心想 准备跑 很快 陶龙龙的比赛也开始 最终 陶龙龙的三百米障碍成绩领先张福强 随着三百米障碍课目结束 武警新疆总队2016年度实战化军事训练比武竞赛 特战尖子比武也圆满满场 那么张福强和陶龙龙最终有没有进入十家特战尖子呢 您成绩怎么样 他第五名 我第四名 相对我们作战队员和特战队员来讲 这个离我们一名合格的特战队员来说还是有点差距 尽管张福强和陶龙龙双双国的十家特战尖子 但他们知道在前面还有更高的标准在等待他们 而在比武场上的努力和付出也都是为了走向真正的战场 特战尖子比武结束了 而武警新疆总队实战化军事训练比武竞赛 还第一次组织了警犬比赛 他们的比赛将是怎样和实战相结合 警犬训练员将如何带领他们广观夺爱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谁是天山英豪 夏季 身体条件 心理素质 这是一场特战精英之间的比武 特战技能应对突发情况的处理能力 这是一场集合实战的比武 机警服从 这还是一场来自反恐一线警犬的竞技 武警新疆总队军事训练比武竞赛正在进行 军事计时下期播出 谁是天山英豪 夏季